好的歡迎來到第六週第一輪的雙方大將戰 藤村在大將位等你很久了 我也不知道Nemo隊是怎麼想的 讓Nishkin去面對這樣地獄般的景色 你讓他一個玩電狼的去打藤村的加密 你們是認真的嗎 是不準備贏了嗎 我覺得怎麼樣都至少讓Nemo或者Shoto去打藤村 還有點智慧 你讓一個玩電狼的你也知道之前Nishkin是怎麼死在冥皇Akira的手上 我當時看的淚都流了下來 太慘了那個畫面 你知道Nishkin這會在對上藤村比冥皇還要兇狠 晚了我覺得這個對局基本上已經提前結束了 來吧現在藤村已經讓對手見識一下什麼叫重拳的地獄 哈哈哈哈 藤村上一次打冯纏的時候使出的是原地按下清拳覆核 而今天藤村打這個 這裡在失誤了 打這個電狼他選擇的是原地按重拳覆核 真就機器人嘛對吧 就你出拳對手一定會用臉來揭了 來看一下藤村還在原地按重拳 現在Nishkin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眼前的這個人在幹嘛 他原地各種空灰 而自己一點機會都沒有 不充你家嗎 看了他這樣空灰不來給他爽一爽 直接撞他一下對吧 萬一對手這個重拳失誤了呢 啊這什麼東西啊已經開始出現故障了 完了 Nishkin在看了太多地獄的景色之後 直接連蓄力都蓄不出了 再一個滾這裡繞一個身後走一個三角殺 換一個位置再往前一壓拿到一個板邊位 還可以再擇一下來個正面 最後的一個正面打完以後 藤村這邊要講話了呀 我這裡V槽全滿能量全滿真恐怖啊這個男人 誒要死嗎要死嗎 還是不死20秒的時間 Nishkin已經準備好要防守了 這一波你防不防得住20秒鐘全力防守 哎呦你在那邊點什麼呀 你是不是為什麼突然越越欲試的想要點一下 你覺得藤村在這個點上面會用自己的V槽做威懾力 然後直接衝過來投你是不是 我覺得他想法是有的 但架不住藤村非常的簡單實惠啊 我就不認為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對測我的空間 我就直接炸你 你怎麼說我炸死了 那Nishkin就這樣被炸死了 來了現在Nishkin手上是一個滿資源 但這一下VS飛在對手的臉上 莫名其妙吃了一整套 然後到了板邊了 現在就是地獄的景色了 欣賞一下 藤村帶給你的 先是個頭 完了以後開始 按 不按 藤村這邊很小心啊 他多半應該是在這裡等對手的一個彩虹鬼 但是Nishkin在上次打完冥皇之後呢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再嘗試去板邊用這個彩虹鬼出門了 被冥皇直接生爛了 眼前這個藤村一樣可以生爛你 完了 剛說完這個藤村就吃了一個跳路 剛才還以為他要神 結果他用中角 這一波到板邊看一下 Nishkin在這個點上面啊 還沒考慮好怎麼進攻 藤村直接下中了EX反過來了 再一個滾 再走一個身後 這裡藤村直接選擇搶 不相信你會熬 無所謂 你熬也熬不死我對吧 這裡生龍完了以後 VT過下來 再走一個指令頭 你考驗藤村的反應有點過分啊 這都屬於老年測試啊 只有我這種反應才能吃的東西啊 太慢了 這裡最後的一點血量 中角先探個路 下中了 這一下 啊 Nishkin剛才直接確認打上去 什麼的了 不對 是不是要打康才能臉啊 我就有點旺了 畢竟這個角色不算特別的熟悉啊 這個東西 要是打康肯定是能臉的 最後一個中拳 啊 騰車死了 他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Nishkin在見識完地獄的景色之後 他回來了啊 那也不是能這麼說吧 因為 這一次我覺得也有可能 Nishkin他是主動要去打加米的 你能夠明顯的感受到 他在之前打明皇的一些對決上面啊 他之前犯的那些錯 他基本沒有再犯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是有備而來的男人了對吧 從地獄裡回來的男人 又見識到了地獄的場面啊 這裡投到一個 現在騰村的進攻 騰村的進攻不會超過三四下 基本上兩下就結束了 打完我們重新打 對吧 他就是這麼安定的一個選手 結果去這邊想要去壓一套 被對手直接凹出來了 這裡繞了一個身後 騰村重拳 直接打到對手的一個手招 這一波過去 點完以後再夾個頭 現在Nishkin應該是要準備好滑鏟開VT的 騰村這邊兩個後後應該是想要去騙對手 如果騙到的話就可以直接反打一波 所以Nishkin在這裡考慮再三 也決定直接開VT 但這一波VT直接開了以後呢 也只是打到一個頭的 而騰村這邊 真的很人哪 Nishkin在這邊還在想 我這邊摸一下 然後往後一溜 我打打確認 屁一下你 屁什麼屁 直接一箭穿死你好嗎 搞什麼 我覺得Nishkin到死都沒有想到自己是這麼個死吧 這種平時對Nishkin來說是很安全的招式 但他沒有考慮好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男人是個騰村 他是個機器人 你不要賣破綻給他 這種破綻平時一般人想不到 但在騰村眼裡全是破綻 就離譜好吧 這個就是SFL不敗之男 神一般的男人 現在就是誰看到騰村都流 這什麼機器人故障 他們一個聲龍上去了 主要還是受了這個大師兄的影響 對吧 鷹太啊 來了那騰村這裡上來被關一個板面半管血的一個烈士 問題也不大了 我覺得這種情況對於騰村來說都是小意思 總拳被防以後 直接交VT 就這麼實在 就直接交 然後直接穿 就這麼實在 這厲害啊 厲害厲害 你是給你 你是給你明白眼前的這個男人 就這麼直接 騰村還是這麼直接 我就喜歡騰村這種梗子很無敵 為什麼說他無敵 就是這種自信的無敵 就這麼直接 這麼簡單的出法 我就直接出 我對這個VT 我也沒什麼特別大的需求 無所謂的 就看得很淡 不像別人就 開了個VT 一直捨不得用啊 就拿來嚇唬人 在騰村就是直接 被打得無所謂 這裡已經一拳一腳 就頂到板邊了 誒這個 這個騙到了 騰村中技了 騰村中技了 這一波糟中了 可以啊 那今天Nishiken打得很不錯的呀 騰村這裡 稍微有點梗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打得有點過於梗子 梗子都有點過分 有點看不起你的對手 你這樣多想一想好了 你這個有些對手 他們心思還是很壞的 你不能把他當好人來看 但是機器人沒有感情 他把所有人都當正常人用 但有時候你總共會碰上一些壞人 來了 這一波再過去 騰村又半管選美了 下重量要重 往前走 下重量點一發 這一個跳路 生龍 好直線 一直要等到你快接近我再生 下重量命中 一波過去了以後 看點起來 再一個頭 刮浪往前壓 中間生龍 啊 這個生龍沒得出 這在撤C 死了 死了嗎 還沒死吧 感覺沒死了 還沒死了 騰村還有一口氣在一吸上存 你可知一吸上存的騰村 有多麼的嚇人 又開始了 原地安重拳 就不把你當人 是吧 確實眼前的這個人也不太像人 但你也不能這樣 重拳被防 再一個空間下來 全的頭沒有中 這裡要交VT嗎 重拳又沒有中 這已經時間不多了大哥 這30秒鐘 你總得攻一下吧 這 啊 這裡就打中了 再一個壓過去 往後拿一波 打柴 這個點打柴 再一個打扛 這裡一個死 死了 完成了一個驚天扭轉 不愧是機器人 還有 還有變數 你忍不住了呀 他忍不住了呀 騰村看起來氣勢洶洶的 跑到你臉上 結果是一手防你感情 騰村在這裡應該是延遲出拳的 應該是想要打一個拆的 結果對手這邊直接凹了 那延遲出拳的話也能放凹的 現在就是兩邊都沒資源啊 從頭開始呢 騰村又要開始按他的重拳了 如無意外 原地安全 騰村就這麼簡單 就我的打法是很固定的 但對於你來說 你也不好處理 就 就 就這麼回事 我熱衷於摸獎 我曾經摸死崩產 現在我摸死一個Nishkin 問題也不大 但是Nishkin就 不中啊 這前前突然來了 下中了 聖羅馬 沒有 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裡繞一個逆向 Nishkin打得還不錯的 真的不錯的 差不住騰村是個妖怪 這裡下中了又是一個敵界 過去以後直接投 完了以後這暈點有點高了 前進過去下中了VS上天 再來 這裡VT已經有了 騰村又要開始犯罪了 注意 現在注意騰村的操作 他要下中拳爆VT 然後直接兩發 往對手臉上穿 哇 這裡直接命中了呀 那就直接CA了呀 這個CA打完以後還不會死 不會死 還可以再來穿一發 我覺得Nishkin肯定不會坐以待避的 衝他 這裡肯定是不給你滑鏟的機會 你看騰村的這個距離 就你滑鏟是不可能滑得到我的 所以Nishkin他就沒辦法 他必須裸爆VT 硬衝 硬衝 這裡 結果騰村就死防 不管 無論 這個注意力 這個集中力 這個集中力是真的離譜呀 就他在進攻當中這麼多的穿插 就選擇這個點 用一個前前過來 騰村直接抓掉 這就是機器人厲害之術你知道吧 就一般人在那個點上會考慮對手有很多種可能就分散一點注意力 那這個東西反應不過來 然後騰村反應的過來 他就很純粹 我就認準你會這麼幹 然後突然就喊了暫停了 Nishkin慌了 眼前的這個人他不是人 明明我才不是人 為什麼他更加不像人 這到底誰才不是人 對不對 那這一把的話 我覺得騰村這邊已經穩操升圈了 也2-0了 你讓Nishkin讓2追3 這事情就有點難 局面上面呢 他是有創造出贏的可能性 但是從實力上面呢 我還是如此堅信 騰村在SFL上面的無敵是真的無敵 是真的無敵 他自從換了加密以後 你就感覺這個人沒什麼破綻 非常的恐怖 打法也非常的耿直 如此的簡單 但他又非常的狠 明明沒有什麼特色 這加密 節奏也不快 就在原地下J2N 就可以把這首N死 他已經詮釋了J85 這個遊戲到底該怎麼玩的知道吧 繞一個逆向 這要昇龍嗎 完全不對空 就無所謂啊 你在天上蹦 我也不找這個機會 我們就在地面打 現在Nishkin這裡明顯有點頭疼 到底怎麼來對策這個東西啊 就也沒什麼事做了 下中條打完就往後流 喔這邊BS繞回來 藤村馬上就是一個昇龍 你給我繞 你給我搞腦子 我藤村就不怕這個 就你敢騙我一百次 我還是會一百次删你 這裡已經是慢慢的 要被一拳一拳直接 吹到板邊了 其實在力回上面 雖然雙方沒有什麼命中 但實際上 藤村這邊位置上 一直是往前壓的 你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Nishkin在不斷的後退 他怕 這裡再往前滾 直接繞到一個身後 這就麻煩了 這裡EX滾完以後 沒有VT了 哎又是這個點 你會發現 每次藤村打到這個點上面 他就是有一個V槽 加一個CA 然後就請對手 去了呀 對手什麼都不敢幹 在這個時候 非常的離譜 這裡沒有騙到藤村 藤村剛才要是狠一點 直接用CA穿 我覺得是能穿的 真的 哎這裡 好對空啊 藤村這個點 沒有選擇用空間去插 要是用空間插的話 應該就贏了 但在這個點上 Nishkin也是膽子夠大 真的 這個空不是任何人 就輕易的敢去對的 這個就屬於拿命去賭了 所以就拼一搏了 但剛才那個點鑰匙 不對空的話感覺也死了 所以對空還是值得的 來了 那現在又是一個滿自然的藤村 他在這裡試圖做一下單發確認 想直接把自然燒完來打嗎 這裡突然來了一個流氓打擊 這裡防對個車樓遊戲結束了 這怎麼打 這血量上面交的有點快 前進過去 對空沒有 這裡一下右方對手跑路了 藤村無所謂了 這個人他不在乎壓板 壓不壓無所謂 他就喜歡在板中跟你這樣打 對吧 我們慢慢來 但在這個點上面 藤村又是一個VT加滿自願 要是中拳中的話 哎哎哎哎 這是幹什麼 Nishkin腦子的回路有點出故障了 只能直接開VT了 要衝一波 我覺得在衝的路上很有可能會出 哇 這是什麼呀 我藤村秀的呀 他竟然想用V閃直接反擊對手 我真的離譜這個人 你都不知道這個人 腦子裡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 我驚了 這Nishkin真的是很難受啊 就這個人怎麼打怎麼都有VT 他怎麼一直可以有VT可以開 就一直要開好幾次 搞什麼 煩也煩死了 這裡清空直接打了一個復合 進去了 上來就進板邊 又在這樣一個賽點局 好在出來了 哇 這一下Nishkin想要空對空 結果被對手一個空鏈鑽進去了 中拳能打到尻 完了完了完了 這種局面出現的話 藤村就不當人了 直接前衝了 開始壓起來了 就看到你雲點高了 藤村不會放你走的 他哪裡會放你走 他會一直過來衝過來點你 變成節奏過來 你是可以慌到死 這東西不是這樣連的兄弟 不是打完以後木牙連的 應該是應該是直接取消連的 這樣的話 藤村給了對手一個機會 他現在看起來這個機會不是很大 再一個V壓 再滾 沒有V壓可以交了 直接先一個頭 完了要衝嗎 中拳往後拉 哇你別這樣 要吃第一劍了很危險 好在藤村沒資源 直接直接走一個正面 再交一個V壓 哇這個處理真的是 所有的就是最佳處理方式 藤村可怕 眼前的這個男人真是可怕 你就感覺跟他打沒有什麼破產 對吧 除非他腦回路突然斷了 給你一個神龍自己上去 那在基本的大盤上面 你會發現啊 藤村這個人 他總是做正確的選擇 他永遠對的 沒得搞 好了那藤村又拿下一場 到現在就不敗之難對吧 真的無敵 真正的無敵的藤村是怎麼來的 就是在SFL上面啊 上一個賽季是因為一直在輸 所以他無敵了啊 那這個賽季的話是真的無敵了 沒有什麼大毛病 好那今天呢 這期視頻就到這邊了 毛哥這邊4比0直接拿下Nemo 非常的穩 他們的積分榜應該現在已經是在前三了 那我們下期視頻更新第二輪的比賽 好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當你看到這的時候 說明你已經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為了一名 具有國際眼光的國際型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視頻 那你只能是喜歡我的對不對 那就更加要訂閱我的頻道